該吃藥了 不是 馨總 你要不要這麼敬意 人家醫生讓你回來是讓你臥床養病 又不是讓你臥床辦公的 你到時候人死了 你賺那麼多錢有什麼用啊 你出意外了全卻會難過的 別站那麼遠 過來租啊 難不成真的除了吃飯和吃藥 就不見面了 說真的 你明明就在客廳 我反而更想你了 來 走走走走 你能不能不要這樣盯著我看啊 你趕緊把藥吃了吧 等會兒時間就過了 我跟你說個正經事兒 原來打算把本安賣了 不可能啊 本安現在的勢頭正好 而且AI建模也已經走上正軌了 馬上就要開始盈利了 但是我和Cindy 都已經通過各種渠道打聽過了 不會有錯 並且投資場上已經有風聲了 我明白了 我會去搞清楚這件事情的 我不能讓AI建模在這個時候出岔子 你先別著急 我告訴你是為了讓你有準備 不是讓你擔心的 我知道 我有分寸 反倒是你 任何事情都不如你的身體重要 你聽我的 現在趕緊把電腦關了 然後乖乖睡覺 那你呢 客廳已經打算好了 我等一下要帶全隊回去 我明天再過來 你在家和在這兒都一樣啊 心臟病就是這樣 你哪怕寸步不離地守著 人也有可能睡著睡著 就悄無聲息地走了 你回去更好 萬一 別嚇著你 我跟你說你不要得寸進尺啊 爸爸 你放心 我給你講個故事 哄你睡覺 你哄你走吧 讓我們兩個現在別人相應為命好了 好可憐 你拳拳你照顧她是吧 你什麼白色我不知道啊 你什麼小心色我能不知道嗎 起來走回家 媽媽 心臟真的很可憐啊 你就照顧照顧她嗎 行不走 我們都不走 就留下來 留下來看著她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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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都 差點撞到窗戶上 好了 謝謝 谢谢 喂 周助记 怎么了 明慧啊 在忙吗 我不怎么忙 怎么了 你有事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找人聊一聊 你要再忙就算了 没事 我待会正好要去家人医院 找姚主任 我忙完去找你 好呀 那我在值班室等你 拜拜 干嘛呀 照顾我 没时间周助记找你就不忙了 欣总 这偷听别人电话 不是个好习惯啊 谁偷听了 我明明光明正大听的 哈尔迪 下个路口把我放下去吧 我自己打车去趟家人 不用 我也要去医院 找姚主任拿报告 一起 老板 你下午约了银行啊 但我也是约了银行 您忙您了吧 欣总 我帮你拿报告 你想用这个来威胁我放弃百安 你差一点就做到了 放开我 明慧 你是我唯一五年内忘不掉的女人 你这 这是让我觉得恶心 五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 只要你同意 我答应你我发誓 我的一切都可以给你 我可以跟郑义廷离婚 只要朕帮我死了 关潮都是你的 放开 在你眼里我就那么比不上心气吗 我到底哪儿不好 你放开 我身心气可以我不可以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我得到你 放开 明慧 你告诉我 你说 你说 明慧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沒事吧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去找人 你安全带 知道我 你都在一起 我都在一起 已经在里面了 好 但我的事情 我想自己解决 行 我不管敏慧是怎么勾搭上你的 但是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接近你只是因为你的钱吗 怀疑过 我甚至还为此伤害过他 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程曲啊 你口口声声说喜欢他 可是你的感情根本就不叫喜欢 你只是想占有他 当然我也一样 嘴上说着喜欢他 却是伤害他最深的那个人 我和他之间深爱过 也恨过 所以未来的日子 只要我心情还活着 就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伤害他 包括我自己在那 所以你别逼我 现在为了他 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今天来既然是求我的 是不是应该 拿出点诚意来 谁说我是来求你的 你想要报警可以 没问题 我会帮他请权 冰城最好的律师 连带你们五年前性骚扰案件 全部重新调查一遍 只要出证据 立刻起诉你 没找到证据也没关系 我会把这些事情放到网上 让大家去评判 对了 听说郑邦国有意让你接班了 你说他听到这种丑闻 会不会改变主意啊 你威胁我 你威胁我 怎么会威胁你呢 你现在受的伤 比五年前敏慧受的 微不足道 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说过 只要时间够长 最后留下来的 全部都是美好的回忆 看来是真的 或许和时间 没什么关系 痛苦还是美好 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境 敏慧 相比于五年前发生了什么 我更在意我们的未来 我不会让自己 一直活在过去 你也不应该 你说得对 我们不该一直活在回忆里 就像乘起让的事情一样 都该过去了 那天啊 收拾你房间的时候 在你床头发现了这个 兴晴 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给我带上 吗 我跟我们了 不愿意给我带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